兵敗色當,色當是法國與比利時交界處的一個小城 見到法軍的軍事要塞,1870年9月2日 普魯士軍隊的七百門大炮對色當要塞的法軍一陣軍機 拉到了普法戰爭中色當決戰的罪魔 普法戰爭是普魯士表面上不想打,事實上很想打的一場戰爭 普魯士想通過戰爭打敗法國,控制德意至南部的幾個小國 最終統一德國,或者實現這個野心勃勃的計劃 又不至於引起歐洲俄、澳、英等國的注意和干擾 普魯士首相比斯敏,正心切下圈套 使眾計的法國首先對普宣戰,做成普不得不自衛的假象 普法戰爭是法國很想打,事實上有打不贏的一場戰爭 當時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是曾經威浸歐洲的拿破崙波納巴的侄子 路易波納巴,他具有和他阿叔相似的權力欲望 但是呢,他根本就不具備他阿叔的軍事才剛 他衝動地中計,首先宣戰,而且又自以為是敢認為 打入得意志的地位不在話下 拿破崙三世上台,卻佔了他阿叔的光 1848年10月,法國選舉共和國總統 這叫做路易波納巴的家夥,得到法國保皇勢力的支持 更有很多農民都投票支持他 農民們這樣做是懷念他阿叔拿破崙當時制定的文法典 這部法令在大革命時期共和派分給農民的土地 沒有讓貴族們重新侵佔 農民們輕信拿破崙的侄子當總統 而無處他阿叔似的被農民實惠 他們當然想不到路易波納巴當上總統後 就宣布正收新水,搜刮民眾的錢 然後又在151年10月發動政變 推翻共和國當上皇帝 成為法蘭西第二帝國的拿破崙三世 對普宣戰之後 拿破崙三世花了一周的時間 才集結了25萬法軍 他自任前線總指揮 帶兵到了邊境 但是又不敢馬上進攻 因為報下報告 法軍根本沒有做好作戰準備 但約和糧草缺乏 大炮數量比普軍少 而且性能亦差 普軍是精心組織,有備而來 全國五十萬軍隊 有四十萬已經集結向邊境 軍隊內建立了情報組織 指揮聯絡迅速有效 參謀總長毛奇 是一位富有經驗的老將 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 也親臨前線坐鎮 在適當決戰前一個月的八月二日 拿破崙三世 猶猶如錦 發兵追入得意志境內 即時遭到普軍的迎頭痛擊 法軍慌忙撤退 兩天之後 普軍展開追擊 很快便攻入法國 在維爾達普法膠展 法軍密克馬洪元帥的六個師 被普軍擊潰 撤退到巴黎東面的下龍 拿破崙三世見世不妙 即時讓巴贊元帥代理指揮 自己就逃往密克馬洪元帥那裡躲起來 巴贊元帥集中十四萬法軍 與二十萬普軍 在馬爾斯又一次展開了激戰 法軍士兵全力拼殺 但兵力始於對手 再次戰敗 撤退到密慈要塞 普軍派出十五萬軍隊 將密慈的部隊包圍起來 就這樣 從八月二日交戰起半個月之後 法軍就被普軍分割成兩塊 一塊困起密慈要塞 另一塊 就是密克馬洪元帥 和拿破崙三世的部隊 逃到下龍的法軍有十三萬人 但都是上次被擊潰之後 臨時組合的 其中很多士兵才剛學會開槍射擊 當時的法軍武器中 火槍性能比普軍好 但火炮性能比普軍差 士兵不熟悉掌握自己 佔優秀的武器 優勢就喪失了 雖然這樣創出組合的軍隊 密克馬洪元帥 只得保護拿破崙三世 撤退到比利時折讓的適當要塞 普魯士軍隊說到 普軍用七百門大炮的火力 集中軍擊適當要塞 快了總攻 法軍只向六百多門炮 射程也沒有普軍的炮丸 完全成了捱打的目標 半天就傷亡了兩萬多人 密克馬洪元帥被炮彈片擊中了 儘管合入混亂捱打的被動局面 但是還有不少法軍將士準備堅決抗擊 他們說 我們還有十萬士兵 要塞的防守攻勢堅固 可以組織反擊 不過糧食彈藥攻擊成了問題 就是講麵包 巴黎曾拍出一列火車 專門送來麵包等食物 誰知遭到普軍途中阻擊 沒辦法運過來 幾位將軍在要塞指揮部 政策嘴巴士的商議 待會衛兵就趕來報告 他說法軍已經投降了 什麼?誰下的命令? 是皇帝陛下 他在下午三點就下令 在要塞中央塔樓掛了白旗 果然普軍停止了攻擊 氣壯如牛膽小如鼠的拿破崙三世 寫了封信並解下自己的配件 當日的黃昏 普皇威廉一世接到衛兵報告 法軍派人送來法國皇帝給普皇的信 只見那個人 身著法軍將軍服 態度恭敬地走到普皇前面 除了軍帽 他自稱是法軍將領來理 奉命向普皇呈上一封信 威廉一世打開信簽 看他上面是這樣寫的 我親愛的兄弟 因為我未能寫在我的軍中 所以只得把自己的配件獻給陛下 我繼續做陛下的好兄弟 下面是拿破崙三世的簽名 拿破崙三世 與三十九名法軍將領 十萬士兵 就這樣成為普軍的俘虜 還有六百多門大炮 也被普軍繳獲 兵敗適當 宣告了普法戰爭的結束 法軍戰敗的原因 除了拿破崙三世 嬌還自大 指揮失誤 準備不足等等之外 武器的劣勢也是其中之一 普軍配備後堂裝彈的大炮 從射程到射速 都遠遠勝過法軍的大炮 一位經歷此戰的 備夫法軍軍官敢他敢說 他們是靠五里路牆的炮兵部隊 才是打勝仗的 適當戰敗的消息 傳到巴黎 市民們憤怒了 因為政府還想封鎖戰敗的消息 九月四日 民眾們湧入巴黎市政廳 在人民的壓力下 法國組成了 由資產階級共和派人士組成的 國防政府 宣布成立新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 國防政府 同時適當向巴黎推轉的普軍談判 但普軍繼續前進 半個月後已經包圍了巴黎 1871年1月 國防政府宣布向普魯士投降 三個多月後 就向法蘭哈福簽訂了和約 法國各樣阿爾薩斯的土地 和洛南的一部分土地 賠款五十億法朗 但是 富有大革命光榮傳統的巴黎人民 決不投降普軍 普魯士軍隊 將飢餓威逼巴黎民眾屈服 法國保皇勢力控制了 國民議會開會 解散國防政府 乘機成立了 由反對共和派人士為主的 新一屆政府 提也爾被議會推舉為 法蘭西共和國行政權力首腦 提也爾代表法國政府 在和約上簽字 然後 他就全力以赴 秘劣地鎮壓巴黎人民的 愛國鬥爭運動 為何不斷 為何不斷